就是寫那個就是放大器那種就是通訊電子那一部分的 然後另外第二個碩士學位是在心理學實驗室大概大概三年左右 那這樣的經歷就是剛好其實後來在碰一些像說網頁設計 或者是手機和iOS Android設計上面 其實它有很多跟心理學有非常非常高度相關的東西 那今天就講這些東西 那今天的講題我會比較傾向說大家可以一起重複的去做思考 然後因為底下會有很多很多問題 那大家可以在看問題的時候一邊的思考說你會怎麼樣去做選擇 那第一個問題是它上面上下有兩個方框 第一個方框裡面寫的是 the website is designed for users to write quick notes to themselves 第二個是the website is designed for users to write quick notes to themselves and share their notes with other users on Facebook 可是它非常非常常那會選上面的舉手 那選下面的舉手 其實兩個都可以 但是通常 好我當然是上面的 從這個東西上面我可能會歸納出個結論就是 在那個標語上面可能會盡量設計成簡單 然後就是容易閱讀 然後因為使用者他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看你的東西 然後 好 所以 以這個規則來看的話 那右邊和左邊的話 你會選右邊舉手 選左邊舉手 好 好像大家都知道了 那這個答案好像照剛剛的例子應該是要選右邊嗎 但實際上很多人會選左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外面的設計怎麼做 這個設計比較特殊 它沒有剛才那個上面的那個抬頭對不對 它直接說我選好了說我吧 那 我們再回來看那些設計 第一個 我是直接觀察視覺動向 那使用者剛剛開始看到一個那個視窗的時候 他可能會先去看兩個選項 YES或NO這個選項 當這個選項看完之後 他不知道YES跟NO是什麼意思 他可能又回去看上面那個那個抬頭 所以這樣的話其實 感覺上如果左邊他只要看到Button就是要意思 那應該是左邊會比較好一點對吧 但實際上左邊的詞是比較多的 在過去的新文學就是 這個其實也不久之前啦 那 新文學他們過去是比較希望那個標題會是越簡單越好 然後 就是 訴求 訴求簡單 然後目標明確這樣子 但實際上 在現在的新文學你們會看到 像說蘋果日報的宗室啊 或是什麼 自有時報什麼之類的 現在的 現在的那個新文標題有時候它會參雜一些比較 聳動的字眼 然後這些東西其實 對使用者而言它會吸引很高度的注意力 然後可以迎來很多的那個比較有興趣的東西 像說 像說什麼 像說什麼東京很熱啊 或是什麼小千肉絲類的東西 所以實際上在 在看設計的時候 有些人會去 會去翻閱過去的一些設計準則 那實際上 很多設計準則它本身是互相衝突的 那發生這些衝突的時候 就是你要想辦法去做一些Trade of 然後你應該要有自己的一個Priority 就像是一個公司在經營的話 他應該要有他自己公司的經營理念 或者是他的品牌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形象 品牌一些形象和設計的方向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 不是完全一種潮的 那你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 這句話應該 這有人聽過嗎 它是那個 Uni的設計準則 九條之中的 好像是第二條吧 忘記了 那 在UI設計的書 有時候也會喜歡這句話 那叫做 Do one thing and do you well 它其實用在UI設計上也非常適合 那在 如果在人員工程 或是在設計一些像核電廠 或者是飛機的介面的時候 那些介面會 會很嚴重的影響到人民 那這種東西 通常他們的目標就是 降低使用者性質負荷 所以其實在不同的設計上面 他們會有不同的設計哲學 好 再來的話 右上右下 左上左下 它分別是 有一個陰影的一個 icon這樣子 那 陰影朝上那個 應該我們不會去選他 那 我們看 如果你會選右上的舉手 陰影在右上反 那 陰影在右邊的 那你會選陰影在左邊的 其實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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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邊先用一個舞台單例子 假設 好我跟妳同反向 好那 假如我從這邊走進來 那 你會希望先看到我的人 還是先看我的影子 從這邊走進來 先看到人 對嗎 所以如果是那個 中 如果是直書的 如果是像英文 或是中文的直書 不是橫書的話 它應該是 字先從 從左到右寫 所以 如果先看到字的話 陰影是在右邊 但實際上 心理學它不見得 會真的去這樣做 有時候 有些 有些心理學 它可能 它可能會反向操作 就是做出 做出一些比較神秘的感覺 那 嚴格來說 通常陰影會向右邊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Apple它怎麼設計 就是看一下外面的一些 比較有名的例子 網路在臉 其實你看到一些比較 現在的那個網頁設計 他們通常都不做陰影的 但實際上 那 原因有很多啦 那像現在的話 主要是因為平板 或手機上面 那一個皮手 其實不是很夠 如果你加陰影的話 可能一個 icon 要不起 20x20皮手 20x20皮手 20x20皮手的話 如果你陰影可能要吃到 4皮手的話 東西就變模糊了 那 Apple的例子是他們 他們做材質 他們做材質 其實有跟沒有其實都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但是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 很多情況就是 即使是很頂尖的那個 設計師 或者是那個 紅牌的設計師 其實很多時候會看到一些 會看到一些小狀況 就是 其實我這邊想講的是 UI設計跟視覺設計師 完全是兩個 幾乎是兩個不同的領域 所以這兩個其實跟過去的想法 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 通常 通常會比較傾向於 那個 通常傾向於那個 陰影是同方向就好 就是 它視覺上有一支性 那 這個是一個例子 那 這是一個 其實這個 這篇文章有看過 它寫得還蠻不錯的 不過它的那個標題設計有點 其實 其實這種例子看 看起來是蠻多的 那 就是一支性嘛 那 你有問說 使用者真的會再來這些問題嗎 其實 常常使用者用一個APP 然後 其實應該都有這種感覺 就是 你常常會下載一些APP 但是你用不到五分鐘就不用了 或是用不到一分鐘就不用了 然後有時候 你一個APP明明很喜歡 但是用了一個禮拜 好像慢慢就使用次數 慢慢頻率降低 但使用者不見得知道這些事情 然後使用者在下載很多APP的時候 他自然會選到一個比較 他比較喜歡的 但他不見得 你問他 你為什麼喜歡這個APP 他不見得自己知道 這個東西就是 比較偏向潛意識的東西 那潛意識 像是有一些病患 他們 有一些戰爭之後的一些士兵 那他們身邊可能都死光光了 那他們的家 家人都已經離場 那 他其實腦袋裡面是一片空白 但是他就不知不覺 就會開始掉眼淚 他不知道為什麼 那其實他 他意識下 他自己覺得他自己都在思考 那其實他的那個潛意識其實是在動 潛意識理論就是 佛瑞德在二戰的時候 也 研發出來的那個 就是 精神分析學派 那 我們這邊的時間不太夠 所以沒有 比較難去多做一些解釋 那我大概可以告訴你的的是 就是潛意識 它就像一座海洋 你的意識就像一座海洋一樣 你的意識層面只在海面上那個表皮而已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波瀾很多東西 那其實 其實底下會影響到你意識層面的東西很多 然後底下可能會有 可能會有火山啊 可能會有雨啊 可能會有些生物什麼東西的 會有洋柳之類的東西 那些東西其實一直都在影響你的那個 影響你的決策 那其實很多 很多設計常常忽略這一層面的東西 所以今天就是 能夠幫你帶上的是 希望能夠去接近潛意識 用那個觀點去看東西這樣 那即使是在人在睡眠的時候 他的意識還是在動 就是NRI 那 NRI人在睡眠的時候送進去 其實他腦袋還是在懂這樣子 OK OK 這是Don Norman 有聽過嗎 真的有 不少 他是 他的大學是 Compute Science 然後研究所是 Compute Science 那時候是那個 那時候是電機啊 電機的那種 Compute Science 那他的博士學位是 Psychology 那這個人 他曾經就是1995年 蘋果那時候的那個 技術服裝 那他那時候進去蘋果的時候 掛的詞位就是 User Experience 阿鐵學 這個字應該感覺不太陌生 對嗎 User Experience 那時候就是 這個人進去蘋果 然後在蘋果出現的字 就是User Experience 所以 US 這個東西 其實他是 Compute Science 還有那個 Electric Engineering 東西 他並不是 他設計學院房是 後來才進去的 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資訊的這些人 會先去看到這些東西 那我先 這張圖的話 你會看到兩個人嗎 一個是 一個少女 一個是一個 比較老的那個女生 那心理學 要解釋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們會去分析說 如果你看到那個 這什麼解釋 就是如果你看到這個東西 把它定義 為成一個眼睛的話 你就會自動 把這個圖 整個長成一個 老的女生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把這個 當成一個鼻子的話 它就自動長出一個 年輕的女生 所以其實你的腦袋 沒有一個洞水 OK 不太相信 這個是馬尼文 應該都知道 那馬尼文是 數學家也是 資訊學家也是 電機學家 那實際上他是 心理學家 他寫過一本書 叫做The Computer and the Brand 那時候就是 認知心理學派早期 就是一堆那個 Computer Science 很情緒裡面開拓 那馬尼文 那時候那個書是寫 他們是在說 這個神經細胞 神經細胞的話 上面有一些突出 那通常 在Computer Science 在認知心理學 解釋這些記憶的時候 他們把這個 當成一個記憶單元這樣子 那小說這個是 這個是甜點好了 那甜點可能會 印射到一個愉快的東西 所以這個 厭解他可能會 越來越強 就是在你的生活中 他會越來越被強化 那這裡的那個 這裡這個通道的 那個 的一些神經突出 就是Azone 他可能會越來越多 這樣子 那如果像說 甜食跟 甜食跟其他一些 像說 可能一些不像感染的東西 他可能那個 Azone可能就會變少 好 大家會認為說 在過去的印象 可能設計這種東西 是很講甜分的 那其實 其實很多設計 它背後有些原理 那我們稍微去戴一下 這個是三隻小說的故事 那第一個 第一個小章節是小說 大家也讓一口氣 把它炒污吹壞 第二口氣也吹壞木 那假如說第三個 這個 裝污也被炒壞的話 這個故事大概就結束了 然後 我們 我們到現在應該也不會有人 知道這個東西 它這個故事的 一個設計的巧思 就是第三個 要是剛好相反的東西 OK 那這是一首 大家應該耳熟能響歌嘛 就問問問問問問 大家現在做工 這個東西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前面這段跟中間這段是不是一樣的 這個 就像是草屋 這個像是木屋 這個像是一個窗屋一樣 所以它是一個很類似的結構 這個是給愛麗絲 其實你也看到一樣的結構 那這個是 少女的祈禱 就是垃圾車那首歌 登登登登登登登 所以前面還是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是 就是 we wish you a christmas eve we wish you a christmas eve we wish you a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其實前面也是剛好這種結構 那 你們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巧合嗎 其實 心理學啊 這真的是那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叫做 reputation break 這個是那個 就是遊戲設計上面的 一些經典明光 那經典明光的話上面會 剛開始會先有一些 一直重複的東西 那 那 突然又換到一個不同的東西 然後這時候又 又有一個 一直重複的東西 然後到最後又 換一個不同的東西 又重複這樣子 那 這個東西倒是手 這個在 我先 我先跳過 我先跳過 在生物學上 一個 一個 一個訊息的刺激 它就是 你這邊 你這邊 生物學上 他們會做的一個實驗 就是 把青蛙 放在水裡面 然後去看說 它會吃什麼東西 那 像說有一個蚯蚓 在那邊 游來游去它可能會去吃它 那如果一片樹葉飄過去 它可能不會去吃它 但是如果把那個樹葉 用加速度去抽的話 它就會去吃它 所以他們歸納出的結論就是 生物對 生物的敏感來自於 就是一個訊號的不同 OK 所以 這個其實 這個過程就是一個休息的過程 這個就是一個刺激 一個休息 一個刺激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一個經典明光的設計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設計上面可能就是大家比較強調的是 獨創性 那獨創性很多人可能會覺得獨創性其實 就是跟別人不同叫獨創性 那其實你的設計上面如果 自己的東西有 獨創性有外部獨創性跟內部獨創性 那內部獨創性就是我剛剛講的rotation break 那外部獨創性就是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在文學或是在音樂上面 它都有類似的東西 它在生物學或在心理學上面是有共同的理論 那這在文學上面就是比較類似修辭的東西 所以它上面後面的理論其實全部都是互同的 那這個是 就是這個是那個轉轉轉嘛 那過去的轉轉轉可能上面都是轉轉轉 其實那個現在已經不太吵了 那現在他們在流行這個 就是那個Android的那個是什麼 我忘記了那是什麼 Material Design嗎 Material Design 換到另外一個講題就是 這個是心理治療的東西 那假如說一個患者他被兔子咬傷了 那他可能會對肚子產生一個恐懼感 那這時候如果要對他做心理治療的話 可能乾石會先帶他去看棉花填 然後去接觸棉花 就是接觸一些對 因為乾石如果給他去看兔子的話 他可能會暈倒嘛 那可能就是 漸進的然後再給他 然後再給他 再帶他去吃棉花填之類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漸進去 讓他去接觸一個他討厭的東西 那這種療法就是 比較偏向於乾明的療法 或是漸進的一個療法 在心理治療常常會用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在設計上用不用得上呢 其實 這個是國外的那個 就是經典GDC的一個意思 那他們是把數學跟遊戲牽在一起 那這個是 就是 就是 其實數位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數位 教學 這個東西在國內 有時候常常發展 發展可能會有些空間就是 他可能很難跟一些 很難跟一些他 那個使用者有興趣的東西 很難去接軌 那如果他可能跟遊戲 或是一些 一些他可能會產生興趣的東西 接在一起的話 那 使用者可能就慢慢的會去接觸這些東西 這樣子 其實這個遊戲不是很簡單的 但是他設計上面還蠻多巧思的 他是那個 就是 給你一個題目 然後那裡去 列出一個方程式 然後 再開始 就是做一個Demo 其實你會看到好像不是很簡單的東西 心理學上面 其實 國外心理學的出路 常常 大部分都是做Campaign 或者做廣告之類的 那國內的話 那國內的話 其實你要看一個 你要看一個戲 或一個研究師的研究 就是去 就是去 他們戲管前面看嘛 然後就經過的時候 他們就會貼一個海報 那國內的心理學 其實你會看到 大部分都是做 兒童 或是做 社工 這些東西 其實 國內的老闆 他不見得很清楚 這個 跟行銷上面 是很接近的 然後跟 跟設計 是很接近的東西 這是1956年的那個 大峽谷的空難 那這時候 這個空難當時 是兩架飛機在大峽谷 附近相撞 那 據說當時 當時是一架飛機 他原先是要下 應該是要下降 然後一架飛機是要散升 但是 非讓當委去 但是兩架飛機 剛好走的 反向我們太一樣 那 有一段譯文是 他們 非讓當委他們去查 然後發現這架飛機 的駕駛 他們相互認識 所以他們好像 一個剛好是學長 一個剛好是學長 學弟 然後剛好是學長 理讓學 學弟理讓學長 這樣子 然後結果 是相反 所以好像是 在玩一個學長 學弟事業遊戲 不知道講什麼 忘記了 這個 這個 在大峽谷那個空難事件之後 飛機設計上面 他們夾如何的東西 就是當兩架飛機 他們距離太近的時候 他們會去做 重複零算 然後算出一架飛機 應該往這個方向 一架飛機應該往這個方向 一架飛機 就是兩架飛機 剛好是相反的 那這時候的話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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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說應該機器卡不人 對嗎 但是如果你去看現在的 自動駕駛 就是 像說很多 很多車上他們可能 就是 自動駕駛 都突然 不小心撞到一個 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 理論上好像是 人卡不機器 然後大概在 大概幾年前 有一位 就是人工程的那個 人工程的 出個座 叫RICO 然後他們那時候去 交代演講 然後他被問到一個問題 因為他剛好 專長就是 就是自動化的東西 那他們被問到說 現在的自動駕駛 大概自動化跟人工 兩個比例大概是多少 那時候回答是 50比50 其實那時候 自動駕駛 已經發展好幾十年了 但是這個東西 一直都維持在 50比50 那這個 這個情境 會 因為這個東西通常 扯到一些 比較 微觀人命的東西 它通常可能 就會一直放在 50比50 那這個意思是 環境比例 那如果你設計像 像 昨天的話 可能會有些 是做那個大資料的 那大資料可能一天 可能就好幾百 那零號幾百 可能是50比50 去做 那人應該會類似 所以大資料的話 可能就是幾乎是 趨近百分之百 是人去處理 那少數例外的話 也不希望人去處理它 會太 太麻煩了 所以這時候的話 自動化比例可能 就是 在整個產品規劃的話 就是看 你看你的那個 設計情境 去做 就是 這是RWD RWD 其實 其實版面要講位 真的很難講 這個 這個講題其實已經過了一陣子 那 常常設計師會被 被要求做RWD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畫面大小樓上 那這邊是一個 一個例子 那 通常我會選一個320 最小 你們手機最小的畫面 大概就是iPhone4 iPhone5 那個就大概320的空間 那320的空間 如果上面放一個圖的話 這個圖如果 它的Margin 各流20的話 中間這塊 可能就是280 那280的話 下一個大小可能就會 所以 你可能就會希望它 擴大的時候放兩張圖 所以下一個大小可能就是 280加280 然後再三個 Margin 所以大小可能就是 從620開始 接著就是940 所以RWD 的心得 左邊右邊 你會選左邊舉手 選右邊的 也是都可以 但是 通常會選左邊 其實這個例子 因為它有一些人物 還有一些儀素的東西 所以 它有一些科技感的東西 所以它可能會選右邊 那選左邊的意思是 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 或是它 自然主義其實很偏近現實主義 那現實主義就是 它希望這個東西 你看到 像說以動物的話 你會希望看到它的眼神 看到它的骨骼 或者是一個雄起門搜 嗎 通常 不太會去做太多後製 所以 好 講吧 還剩多少 好 那 我再談一下 就是 當使用者 他去看一個設計的時候 他會看到一些 focus 那 我們剛才談的是 在自然主義的設計下 人通常不會 通常不希望去做太多後製 因為做後製的話 你可能 就把那個老虎眼睛可能就吸濕掉 然後把背景可能就是 那它的骨骼 它的肌肉可能就慢慢吸濕掉 所以通常我們不喜歡 像說體育台的話 那種體育的行為 我們不希望做太多後製 所以如果你 後製工地 覺得不 覺得不喜歡花太多時間 在後製工地的話 可能就是 往自然主義的方向去選 那 太雜誌 它的 因為太雜誌 它使用的是這塊色票 那這塊色票的話 它的 它的 它才度非常高 但是它的 明度其實 就明度還算 算普普 所以通常 如果使用者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 它不給一個外框 它只給一個太 然後紅色的話 其實有時候使用者 會完全死角 所以 這時候的話 它會希望 設計的話 它給一個 比較大 比較醒目的東西 把中間這個東西 去 壓住 如果 不這麼做的話 可能這個東西就會 所以你去看 你去看太雜誌 它 中間給的圖 通常都會 有充分的後製 然後通常 顏色會調暗 像是 蔡英文那篇文章 蔡英文那個標頭 就是它整個背景 是黑色 對嗎 OK 那對到 像說 國家地理頻道 他們可能就是 拍風景 拍動物 那這些東西 通常就是 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東西不太給後製 那不太給後製的話 你這個東西如果 像剛才 紅色其實 還勉強壓得過 但是其實有些圖片 如果太花的話 這個東西也壓不過 那壓不過的話 它就是用一些 明度比較高的顏色 像是 這票顏色就是25212 那這個明度其實非常非常高 那你會看到一些八卦雜誌 中間可能是一些八卦人物 那些東西也不喜歡去後製它 因為人變黑 人不希望它變黃色 或者變黑白這樣子 所以八卦雜誌 通常會選用一些 桃紅色 或是黃色 或是明度非常非常高的顏色 好 好 呃,不好意思,不得剛才忘記這個東西要再沒有連上去 那Jonas的衣服大家應該都很清楚嘛,他是目前就是從賈伯斯,因為他那個人其實還蠻傳奇的 那賈伯斯剛好回到Apple的時候,他剛好正準備要離開 那後來他被賈伯斯中用了,那時候賈伯斯回到蘋果大概是1998年 所以你從那個蘋果他的一些設計產品上面可以看到 有一個很大的噴水嶺,這是1983年嗎,1983年,1984年 一直到,這也就是一個噴水嶺,上面是1998年之前,下面是1998年之後 那Jonas的衣服剛進去,不是,他在賈伯斯剛進去Apple,剛回到Apple之後 他的那個代表作就是一個,他是做一個彩度非常非常高的一個,不是,這是一個電腦 那這個電腦,這個電腦其實不是很好設計,因為他的這個,他的那個塑料其實蠻重的 然後而且,顏色彩度非常高,那明度可能也其實也不低 那使用這個東西不好操作的原因是,如果你弄不好的話,人家看,人家看到這個東西可能會覺得他很像玩具之類的 所以,就不好操作 那Jonas的衣服當然使得,處理就是,在上面加一個很大的,就是,你看到最上面那個,他放一個很大的那個,Apple的Icon 那,就是這個,這上面的一顆那個蘋果,那這個東西,因為如果,如果使用者在看這個東西的話 Focus可能會亂加過,你只放一個小小的蘋果,然後放在前面的話,他可能看到這個東西可能就不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他的設計其實是在做一種,很類似下送藥的工作 那,這個設計,雖然後來他們不再用採殼,但是這個設計一直都保留下來 包括你們現在在用的,就是蘋果電腦後面那顆Apple 或者是你iPhone拿起來,中下面有一顆小型的那個Home Button 那那個Home Button,其實,那個Home Button,就是他可以去抓住使用者的Focus 這個是,主機方面也是,也是這個設計的時候被保留下來 那,最近聽說,聽說,Apple的那個,Apple的設計,設計團隊有在慢慢,他的那個,就是,職位編排有在慢慢改變 但是,聽說他們近期想要把紅 Button拿掉 那是外界傳言,那通常,通常Apple的Lumor,通常可行度不是很高 所以,可能到9月再看看吧 那,他這也算是一個設計技巧啦 所以,其實你在設計的時候,也是要去抓使用者的Focus 然後,把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用一些,一些,手法,一些技巧把它去,去說出來這樣子 然後,使用者可以,很容易抓到他,他要焦點,不會因為你的畫面,資訊不太夠 然後,造成使用者視角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 其實,我原先在排那個 這個獎題的時候,大概大概有27個,就算一算大概27個獎題可以講 那我們大概選了,選了比較,大概選6個左右的獎題 那這6個是比較,就是跟大家比較相近的 然後,你在設計上面會比較容易碰到 然後,他剛好跟ComputeSign是比較貼切的 那,這些講題就是,希望 其實我 因為這30分鐘,通常沒辦法帶給大家太多東西 那,我通常 在規劃上面,是比較傾向說,讓設計師們 可以找一步去意識到,潛意識對使用者在看設計的影響力 而不是完全是,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有一些問卷調查,或是一些東西去做 那,這樣的話,可以把你去看到更多的設計 然後,OK 然後,使用者他可能 他可能知道他 不是,使用者雖然他不會去評論 然後,他可能看不到那些東西 但是,其實這些巧思 他在你的產品上面,也會有非常非常高度的影響力 好,那Q&A 大家有問題嗎? 喔,謝謝 謝謝 妳好,剛剛妳有期待妳的什麼 我要去問博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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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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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靠到我了 就像這個是Focus 然後這個是 其實也算Focus 算是視野主義 RWD其實不太爽 那這個是 Herman Flash的東西 就是 就是自動化跟人的比例 算一個 然後這個是 就是 那個先進療法 然後 Repetition Black 然後 認知心理學 這是比較基礎的 然後Illution Illution就是錯覺 那錯覺的話 其實在心理學上面 它會有一些解釋 然後會有一些東西 像說 像說有些是用割線 你看到歷史會比較清楚 那 該哪來啊 或前一次啊 或是 陰影 也算嘛 還有 心智複合這樣 我忘記幾個 Next 其實 心理方面也可以問 或者是 比較 你覺得有興趣的東西 設計也可以 通訊軟體圖示都是綠色的 也有藍色的 其實 你去看 你去看 額達比的色域的話 綠色是非常宽管的 那綠色呢 因為人對 那 通常是用那個 演化去解釋 那 人對綠色的敏感度非常高 因為可能是 可能是 演化上面 需要在蟲裡面生活 然後它可能會有些野獸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可能會 演化上面就變成 人對綠色其實敏感度非常高 那 綠色的話 像紅色如果把綠色加滿的話 它變成黃色 那黃色其實是一個非常暖的顏色 那 綠色色紋剛好是偏在中間 所以如果你覺得那個 這個畫面太冷的話 可能加點綠色 那 加紅色可能會太熱一點 那 藍色的話 藍色 心理學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討論是 是認為說 藍色它 可以去吸收一些雜訊 像如果 有一個故事是那個 浦島太郎 是浦島太郎嗎 就是 它發現的是烏龜 然後就是 跑去龍宮那一個 然後 他們去分析那一個 場景的話 認為說 龍宮它整個是藍色的 所以那個 場景設計就是 讓人家回去萬計事件 那藍色就是 把雜訊吸收之後 你就會很專注在一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想要把一些雜訊吸收 不掉的話可能需要藍色 那綠色可能就是 綠色 其實 像這個訊息 配這個顏色的話 它的明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 如果有放綠色的話 可能使用者會容易抓到這些東西 OK OK 好 那我們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如果你要有更多問題的話 就 還有十分鐘休息 然後還可以再問那個小說 休息是要八分鐘 然後呢 你們一邊動我一邊講 因為外面在下雨 所以呢 這個大會這邊有提供雨衣 可以在人文館這邊 或是活動中心 可以拿得到 不過呢 你要拿雨之前的請先樂捐 喔 謝謝 謝謝 可是第三位 第三位 第三位 蔣哲如果 喔喔喔喔 你了 哦 他正在一種 你在那裡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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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